快乐只有跟别人分享,才是真正的快乐 幸福只有跟别人一起,才是真正的幸福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因为幸福它不是单独的 幸福是一种福报 它是一起的,一起享受叫一起幸福 师父还说,共享幸福时光,你才能享受幸福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顺利通过大一第一学期的考试了 赶菩萨妈妈保佑 在考试的前一个月 我就开始烧诵自存经文准题神咒 一个星期两章 在考试当天之前,也会念诵我的功课 21遍大悲咒,49遍心经 108遍准题神咒和其他小咒 及礼佛大忏悔文 祈求菩萨保佑考试成功 然而,我还是觉得临场发挥不好 觉得考不过了 我于是就在考试后 就到了新加坡共修会观音堂 许愿一个月内 一,放生一千条鱼 二,念诵一万遍准题神咒 三,事后现身说法 成绩发榜了 我顺利通过考试了 感恩菩萨妈妈保佑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 人生难得金已得 佛法难闻金已闻 师兄们,我们一起好好地修吧 加油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的痔疮突然爆发 去中药房买了痔疮膏来涂 用了好几支药膏,也是不见好 后来,想起看见有分享 用心灵法门的法宝可以痊愈 于是我向观世音菩萨 许愿念诵二十一张小房子 给自己的药经者 念二十一遍礼佛大忏悔文 忏悔痔疮症的业障 放生一百条鱼 来消除痔疮的业障 好了后,在博客分享 我把二十一遍礼佛大忏悔文念完 然后同时也念小房子 同时也继续涂药膏 擦药膏一段时间后 痔疮也没完全消失 还引起皮肤血 等我把二十一张小房子 和一百条鱼放完后 我发觉,不知几时 痔疮已经好了 也不痒了 感恩菩萨妈妈保佑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我在这里分享一下 老公因为做买卖 把货卖给了一位买家 谁知道 这位买家因为生意周转不灵 所以还不了老公这笔钱 这笔钱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临近农历新年 要用钱的地方特别多 这位买家拖了一个月 始终不把这笔钱还我们 担心这笔钱成为烂账 永远收不回来 所以我只能祈求观世音菩萨 让我们可以把这笔钱收回来 神奇的就是 祈求了第二天 这位买家竟然把钱还给我们了 而且还把以前欠的一起也还给我们 我们收到的钱比预想的还多 原本我们心里只希望 可以收回这一笔交易的钱就好 没想到 竟然可以把以前的钱也一起收回来 让我们非常喜出望外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佛友们好 与大家分享一件小事 我昨天因为一些原因 和母亲大吵了一架 我发了脾气 我知道自己有不对的地方 但心里也总感觉委屈 不想主动向妈妈道歉 就在今天晚上 我打开师傅的开示 我看到手机里师傅的英容样貌 突然间就想开了 就想着给我妈妈打个电话道歉 我妈妈也竟然愿意接我的电话了 毕竟我昨天和今天打了很多电话 她都不接 不仅如此 妈妈在电话里不仅原谅了我 还主动关心了我 我很开心 也很惭愧 要好好改改自己的毛病 感恩师父 摆善效为先 要牢记在心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自卑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说有个女的 有个女士 那个女人 就跟老公自己吵架之后 她呢 很要面子 她不好意思在家里哭 不好意思回家哭 她突然 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哭 她心想 要哭 冤屈太重了 哎呀我哭成这样 我怎么办呢 在家里哭得丢脸 邻居都听得见 突然她想去 到殡仪馆去哭吧 因为殡仪馆 人家都在哭 你放声大哭 没人讲你的 所以就踏不到殡仪馆去哭了 碰巧 正好有一位老人家的丧礼 正在举行 这个女的就跑进去 跟着家属也在哭 她就抱着家属嚎啕大哭起来 啊啊啊 狂哭 这时候 这个过世的老人的太太啊 非常抱怨的 一看这个女人 哭成这样 这死鬼 竟然还有小三呢 但是呢 突然之间 看她哭的那种样子 撕心裂肺的 就安慰她说 小三啊 看你哭得那么伤心 算了 我们也分一点给你吧 我就把死鬼的 一亿五千万现金给你 其他的房地产和公司的股票 你就别想了 你别再哭了 可以不可以啊 没有白哭 感菩萨 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命由前世定 运由自身形 轮回难解脱 善恶皆由果 严守生口意 命运由心起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